台湾日报 中华民国92年8月12日星期二 生死自由留会秀肉身作画 离癌药食网校 三年前皈依佛门安详元祭 记者宋文文西雅图报道 人终归一死 但如何死 却是大学问 8月6日一位佛教弟子刘慧秀的网生 则令人惊奇 因为说走即走 安详辞世 在佛教界来说可是高身修行者才能达到的境界 他的先生林永茂感恩的说 妻子能备集书圣的作画 原济全都要归功于他们的法王上师 义云高大师的传法和秘密手印 据刘夫林永茂表示 他们夫妻俩三年前归一云云高大师 文寿大师门下 但此时其妻会秀离癌便访明医药食网校 7月9日义云高到菩提经舍像寺内的法师们做开示 当时急预言一位女弟子将于近期作画往生极乐世界 8月5日晚上林七身体虚弱四大气不接极限死亡之相 睡到3点 林七睡醒告诉其夫他刚去了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好美 美得无法形容 林永茂问七 是谁带你去极乐世界 七答 不知道 再问 怎么去的 七答 是坐毯子飞去的 再问 极乐世界有多美 七答 有山有水 美得无法形容 七不让他再问就又赶紧做功课 清晨5点 林七再度醒来说 我要走了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然后便盘腿结枉生手印 约莫半个小时过去 林永茂见七以气断身亡进入中阴 急忙打电话找法王上师 不料大师透过弟子听到后静笑说 胡说八道 没这回事 佛菩萨接他的时辰还没到 他怎么走 果不其然 刘慧秀于八点多已入中阴的他又回转人间睁开双眼 直到九点五十五分才圆祭 当时天空出现五彩祥云 骁然吉祥渡往西方 历时一小时鱼才散去 菩提惊蛇的法师们都看到天空当时的艳丽祥云 并且用摄影机将之拍下 这天正巧是刘慧秀的五十岁生日 他们家人商榷后 决定将其安然保留坐姿 不再火化